首先他介紹了物質跟人的差別 來我們看到 物質在我們之前所學的觀念裡面 物質有分為基本的三態 固態、液態跟氣態 那固態呢 固態它是有固定的形狀 以及固定的體積 液態則是沒有固定的形狀 但是它有一定的體積 怎麼說 像水 水今天你用圓形的杯子裝 它是圓形的 用方形的 它就是正義方體的 所以它的形狀跟著它的容器而改變 可是它具有固定的體積 那氣態呢 氣態它最特別 沒有固定的形狀 也沒有固定的體積 它是兩個都不固定 那固態是兩個都固定 好 那在這個地方 老師要提醒同學的 不論是固體、液體、氣體 它們都有擴散現象 它們都有擴散現象 均有擴散現象 而且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擴散溫度越高 擴散的速度越大 除此之外 固體、液體、氣體 只要它熱脹、冷縮均勻 它們三個都可以用來做溫度計 這就是我們之前在物質的世界裡面 所提到的一些觀念 那在這邊很多同學會覺得奇怪 固體到底怎麼擴散 在這邊理化有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它其中隱藏了 化學的觀念以及物理的觀念 來 我們有學過氯化氫氣體 當氯化氫氣體碰到氨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產生氯化氨的白氤 這個氯化氤 這個白氤是固體的氯化氤 它是固體的狀態 它是固體的氯化氤 所以在這邊這個白氤 它會有擴散現象 日常生活中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公車排放的黑氤 還有我們抽菸所吐出來的 吞雲吐霧吐出來的這個白氤 這裡面都是固體顆粒 只要固體顆粒質量不是很大 它還是有擴散的現象 那在這個地方除此之外 老師要提醒同學 這個氯化氫氣體 它溶於水就是鹽酸 它也是一種檢驗鹽酸的方式 因為鹽酸你打開來之後 它會蒸發出氯化氫的氣體 那氯化氫如果去碰到氨水冒出來的氨氣 這時候會產生白氤 這也是檢驗鹽酸的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它是檢驗鹽酸的方法 所以這種題目考出來的機會 在我們的章節裡面 出現在不同的章節 出現了好幾次 所以同學要特別注意 檢驗鹽酸就是打開來跟氨水 碰在靠近的時候 瓶口會產生白氤 這一瓶就是鹽酸 好 那我們出列的介紹之前所講的物質 現在我們要進入的這個單元 主要的主題 就是我們之前比較沒有學到的 一些放射性 一些放射性元素 一些衰變 來 我們看了 放射性 放射性整個發展的歷史 我們要追溯到最早就是發現 X射線的這個輪情 這個輪情這個科學家 是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物理獎的一個科學家 所以同學這個一定要特別小心 輪情是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物理獎的 而且他所得獎的原因是發現了X射線 所以之後我們後人為了要紀念他 為了要紀念他 所以我們的一個放射性的劑量 所用的單位就是輪情 放射性劑量的一些單位 就是用輪情當單位 就是為了要紀念他 好 發現X射線之後 造成了我們元素周期表的改變 原來我們的元素周期表 最早是 最早我們是以它的質量來排列 後來X射線發現以後 整個改變的觀念後來是用原子去 用直指數來排列 這是對我們後來的影響 那這個X射線我們知道 到現在我們造的X光都是這個 好 那除此之外貝克勒 貝克勒他發現了放射性元素 他提出來他發現了 有的元素他會衰變 他發現了一些不穩定的元素 放射性元素 好 那提到這個同學就會知道 什麼東西他會放出放射線 什麼東西又比較穩定 這個就要回到我們之前所學到的原子說 還有我們的原子模型 我們在之前 在之前 我們有複習到原子序跟同位數 那這個原子序我們之前講過 現在要強調的就是這個同位數 新的名詞 那之前我們在原子結構那邊有提到 原子序就等於直指數 而且不要忘了 整個原子核的原子核的重量 都集 原子的重量都集中在原子核 這個直指數是在原子核內 還記不記得 他是在原子核內 而且他是什麼 帶正電 帶正電 好 那原子核裡面 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它有直指跟中指 好 那什麼叫同位數 所謂的同位數就是它本身 你注意喔 因為原子序順序 我們的原子的順序 氫排第一個 氦排第二個 它是以直指數定出來的 所以今天的同位 位就是講的是同樣的位子 同樣的順序 所以它就是暗示你 什麼叫同位數 它有相同的直指數 相同的直指數 換句話說就是相同的原子序 但是它有不同的中指數 就是說它原子核裡面 中指數不同 直指數相同 好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這個直指數它除了是在原子核內 帶正電以外 它是不是一個決定 注意喔 它是決定 它是決定 原素的化學性質 它是用來決定原素的化學性質 這句話怎麼說 來 看著 如果說你的直指數相同 原子序相同 代表你有相同的化學性質 好 根據這個地方你就會了解 如果今天 它給你一個這樣的符號 給你一個這樣的符號 這是原素符號 然後給你兩組數字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以最簡單的 以碳14 6來看好了 這一個14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6又代表什麼意思 注意 在這邊老師提醒你 時間緊迫 你可以用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因為原子核裡面有中指數跟直指數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所謂的質量數 因為質量都集中在原子核 就是算原子核裡面的東西 它就是中指數加直指數 好啦 中指數加直指數 同學注意喔 中指數加直指數 但是有一個元素它沒有中指 就是輕元素 所有元素裡面 輕元素 輕 它本身沒有中指 但是它有其他的同位數 是具有中指的 輕元素沒有中指 好 那這個中指數跟直指數 決定的質量對不對 所以這個14就是質量數 那底下這個y呢 y就是原子核 就是直指數 就是直指數 換句話說 你是不是就可以根據這組數字 算出它的中指數了 如果以上面這個來看的話 你只要記住 數字比較大了 數字比較大 減數字比較小了 所以我們就把14-6 中指數多少 就是8 好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個符號到底怎麼用 你只要發現 底下這個數字一樣 就是代表它是相同的原子序 那上面不一樣的話 是誰造成的 是中指數造成的 所以這叫做同位數 同位數 好 那因為有同位數的發現 後來我們更進一步的發現 來 同位數有什麼特色 同位數它們的化學性質相同 為什麼說化學性質相同 剛剛老師有講過 來 剛剛老師有講過 因為化學性質有什麼決定 化學性質是有什麼決定 有直指數 那它是直指數相同嘛 對不對 它是直指數相同 直指數相同所以化學性質相同 所以它的性質是化學性質相同 但是它的質量不同 因為它有不同的中指數 不同的中指數 不同的中指數就有不同的質量數 所以同位數的性質就是 具有相同的化學性質 但是它的質量不同 好 那後來發現了 一些元素它本身的同位數不穩定 怎麼樣不穩定 因為它中指數不同的同一個元素 有些原子核不穩定 那這個不穩定 它就必須放出放射線 來 讓它去穩定 那這個放出放射線這個過程 讓它變成穩定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叫它叫做衰變 好 這個名詞 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叫做衰變 這是一個新的名詞 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元素 它本身為了要變成它的穩定狀態 它會丟出一些放射線 好 那放射線的種類 到底有哪些呢 來 老師 跟同學一一的介紹 注意 在這個單元裡面 放射性的種類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題 它是非常重要的考題 根據我們這個 整個字題的統計 在這一個單元裡面 這個α β γ這個放射線 連考考出來的 機會相當相當的大 它很單純的 以一個基本的觀念來要你比較 因為你要比較它之前 你要先了解它是什麼東西 來α β γ α 是一個 氦的原子核 氦的原子核 β是高速電子 γ是電磁波 好 你光從這幾個名詞 你就可以知道質量是 α最大 最笨重 β 電子 電子很輕 γ是電磁波 它是一種 它是一種光的型態 電磁波 像我們高 這個電磁波其實可以看成一種 廣電磁波在傳遞的順序 的速度都是用光速在傳遞的 現在我們打大哥大 所發送的都是這些電磁波 那這三樣東西它的穿透力是最常考的考題 我們知道本身小 本身小而且它的能量 所以它的穿透力最強的就是 γ再來是β再來是α 非常重要的一個順序 同學在考題的裡面 這一個單元裡面 老師在出題第一個都會先想到這個題目 考的機會相當相當大 那你要知道一個同位素它本身如果這個是放射性元素的話 它要衰變變成穩定的原子核 它可能不只放出一種 它不是每次只放出一種 有可能同時α跟γ都有都會產生 所以在衰變的過程中 它不見得每一次的衰變只放出一種放射線 它可能有的時候會同時放出兩種放射線 這個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經過幾次衰變然後再穩定 放射線釋放的同時 它質量的損失 質量的損失就會轉換成能量 那這個式子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質量我們有學過是m 那轉換成能量 能量是1 所以它得到了 這就是我們非常有名 愛因斯坦所提出來的 1等於mc平方 質量的損失造成了一個能量的釋放 1等於mc平方 所以在這一個 在這一個合化學的世界裡面 其實質量是沒有守恆 而且要改一個名詞 叫做質能守恆 質量跟能量之間的轉換 用這個式子來轉換 那c是什麼 c是光束 3乘以10的5次方公里每秒 那m我們所帶的是什麼 公斤 我們用的是公斤 好 這一個觀念 同學了解 那你就可以知道 核子彈核能發電廠 它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是相當的可怕的 相當的可觀 所以這些核能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利用的話 可以造福人群 當然如果用在打戰上 那對我們人類的毀滅性 那這樣是不可言喻的 那是非常可怕的 好 那最後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放射性 用在我們造福人類的這個用途上 在放射性元素這些用途上 有主要的幾個用途 第一個碳14 碳14它本身因為它有放射性 在我們古代生物到我們現今來講 我們從化石裡面把它挖掘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探測它碳14的劑量 它本身因為它會衰變 那我們從這個劑量它衰變的過程 換算出來 可以得到它距離我們現今 有多少個年 幾千萬年幾億年 所以這叫做放射性定年法 這是在考古學裡面 現在非常常用的 不再像以前 只是比較彼此之間年代的關係 這個用碳14定出來的 這個叫做絕對年代 它可以定出很明確 而且很接近的一個當時 它古生物所生存的年代 這是碳14 再來孤六石 孤六石現在在醫院裡面 所用的化療 化學治療 用來製造 再來治療癌症的 就是用這個孤六石 那你要知道孤六石的造射 可能會造成凸髮 頭髮會掉光 它本身它會有造成一些 副作用 孤六石 但是它可以用來 殺癌細胞 它可以用來治療癌症 它可以用來治療癌症 孤六石它是用來治療癌症的 治療癌症 好 那 酶 AM 這是AM AM 241 酶 酶 它是我們現在一般來講 活緊緊爆器裡面的一種成分 這活緊緊爆器 因為它本身 在兩 兩塊 煤板這裡 中間 它會有放射性 會有α射線的放射 那有放射的話 它本身就會有通電 可是一旦你煙霧 跑到這兩個板子之間 隔絕了這個通電的現象 這時候警爆器就會 大作 就會警告你 有煙霧的產生 這是活緊緊爆器 它裡面的成分 那除了這幾個之外 我們在放射性的應用上 可能會用到在生物上 一般來講 像 我們要造成生物的突變 生物的突變 以及 我們可以把一些 在農作物上 有危害的一些害蟲 我們 藉由放射性的處理 破壞它的精子 破壞它的卵 讓它 沒有辦法正常的繁殖 做到一些病蟲害的防治 這些都是 放射性的一些用途 那我們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我們強調的是核能 那核能到底怎麼樣 核能發電廠到底怎麼樣發電的 你只要記住一個重點 它是核分裂 核能發電廠主要是用核分裂 一個中子去撞擊一個 U235的原子核 讓它分裂出來 產生更多的中子 來這個N E0 這個E代表就是原子核裡面 沒有子子 但是有一個中子 小心這個符號 好 那分裂更多的中子去撞其他原子核 這就是核分裂的道理 但是你記住 核分裂它產生的新的原子核 它有放射性污染的 污染的壞處 所以這些核廢料必須要再儲存 這是我們核分裂的一個 比較大的壞處 那核融核呢 核融核它本身產生的能量比較大 我們地科有學到核融核 但是它本身我們人類目前沒有辦法控制它的反應 核融核有一個優點 產生的能量大 再來它的產物沒有輻射的污染 就是它沒有放射性了 核分裂它產生的這些產物它還有放射性 可是核融核融合完的原子核沒有放射性 可是它有那麼多的優點 問題是我們人類現在還沒有技術去控制這個核融核反應 不然的話我們可以利用核融核產生更大的能量 太陽表面現在就是要進行核融核 核融核 那我們的核能發電廠用的主要是核分裂 核分裂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差別 好 除此之外你要注意 我們原子能發電廠 核能發電廠它主要的原料是U235 這個數字要計 而且是要濃度要3% 天然的釉礦裡面沒有那麼大的濃度 必須要提煉 所以剛開採來的U框不可以直接用 同學要注意 要提煉到3%U235 才能夠拿到來這邊用中指撞擊 好 除此之外 在這個地方 老師最後要跟同學再提醒一次 我們的放射線有三種 α、β、γ 核原子核原子核是帶正電 電子是帶負電 它是不帶電 這個除了你穿透力你要注意以外 它的電性你也要注意 所以如果通過一個 通過一個 正電板跟負電板造成的一個電廠 這時候A偏向正極 C偏向負極 那A一定是什麼 會被正吸引的 A就是什麼東西 所以A就是電子 A會是帶負電的 所以它是什麼 貝達射線 那C呢 C會被正電吸引的 就是什麼 α 那B完全不受到正負電影響的 就是γ 它是電磁波 這個小心一下 它們正負電的觀念 除了穿透力以外 就要注意它的正負電觀念